好来看到光复乡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 26号是最后一天了 那么乡代表们呢 从畜牧业的牧场设置 争取足语口议员 到部落老人会临时活动场所 提案执行进驻等等 大家轮番上台执询 要求乡公所重视 并且要确实的来做执行 乡镇总执询 最后一天一开一 副主席蔡智辉以足语开场执询 凸显足语附证的急迫性 建议相公所征设足语口议员 做同步翻译 我们既然是 原住民推写出来的代表 为什么都要听到我们原住民 在讲原住民的语言 来进执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 既然联名会有编这个议算 那我们是不是 在下一个年 那个被放显人 是不是从明年开始 乡长你是不是要 可以编这个议算 邀请两个口语人员 他其实在每个计划当中 都有很多的 因范的事项 那其中有一个事项 就是说协助机关 推动足语附证的工作 这个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那如果说是像副座说的 也说要另外去 聘用那个口语人员的话 可能这个计划内是没有的 另外针对台巴朗部落老人会 苦无聚会场所 部落教保中心建制 及提案执行进度等议题 向代表杨天明 关注质询 它是进展到什么程度 我想请教一下 那天我也在问这个 然后我们那个东北 那个发展情况 理事长又在提及 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请我们的 新年客人客餐 帮你做一个解释 代表现在是在做响评 就是结构的响评 之前出品没过 然后现在再购响评 那响评如果过的话 就是接着看那边 会再做工程 后续的报报 光复相待会定期大会 最后一天的乡镇总 执询议程 还包括相待会主席 钟玉清 相代表吴辉明 郑万正也执询建议 这个还是 记得什么 刘阿仁 从光复相办公大楼 图腾异象 部落聚会所落成启用 地震豪雨灾害 铁宝作业 以及延长垃圾厂 使用计划 地方畜牧产业污染等议题 每位相代表强力问证 也要求相公所重视 排除万难 尽速执行改善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再次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